他上脸的那种细腻感真的是自带高光磨皮 面中凹陷 类沟法力纹明线 显老真的是不足一点点 听说塞兰塞子可以让我们的面部凹陷 起来 于是我就不停地买买买买买 一堆的塞兰塞子 终于被我找到了最好用的两款 这两款绝对是我心目中的最佳膨胀色 第一款的话就是这个 奈基子 他们家的粉质做的真的非常细腻 从收到之后一直用到现在 真的离不开 他上在脸上的那种感觉不是粉感的 是那种珠光的感觉 上完之后会让你的皮肤感觉特别细腻 特别的粗透有光泽 而不是面粉感 搭配的两个颜色呢 一个是塞兰 一个是有一点像塞子 这个带珠光的塞兰 比较适合打在骨骼的位置 偏粉调的这个塞子 比较适合打在我们肉肉的凹陷处 但是其实两者结合起来用的效果是最好看的 感觉皮肤都光滑了几个度 很多人会因为它的包装而错过它 看似是个小学生 实则 研究生加博士后 第二个要给你的推荐的 其实之前也有推荐过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两个上脸的效果 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些姐妹可能比较喜欢水光机的感觉 那你更适合这一款 但是有一些姐妹呢 她可能不喜欢那种光泽感 她就是喜欢木面感的 那你就冲这个 其实塞兰塞子不仅仅只是说 做得到面部提亮的一个效果 它还能够很好的去过渡我们的腮红 你会发现打了塞兰塞子 再去打腮红 连腮红都变得特别的加分 对塞兰塞子 你会发现你的面部饱和度 推生的真的不是一心半点